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而且我还跑了落家山 落家山 落家山跑步 然后还走了一下樱花大道 樱花大道 提到五大肯定是樱花嘛 没错 你知道那樱花谁种的吗 日本 日军 当年日军曾经在那 对 他说就是说这个樱花大道 也是可以见证着什么日本中国主义的什么 我也看得有点难过 但不管怎么说 日本和五大的樱花是有渊源的 是 所以就是说那条路很好 而且五大的学生都很热情 五大的什么那个电视台 他们都过来一块儿聊聊很多话题 我觉得不是有一个 我听说一耳朵 好像日本首相 就那新首相长得有点像 那个相声演员施盛杰的那个 叫什么名呢 叶田 叶田 叶田首相 听说要在南京大屠杀 那个纪念日那一天 访问 12、13号 是吧 访问中国对吧 是 有这么一个说法 我刚才听他说 我说他的讲话稿可以让加藤来写 在中国 很有觉悟了 反正就是说 那么在南京大屠杀 那么一个事件当中 我们日本应该有什么的表态 其实他应该可以带来一种象征的意义 但这点呢 据我所知还在磋商当中 因为如果得到这样的话 那日本很多国内的事 反对派 反对派有点受不了 那就是说中方也不希望搞得太大 加藤这个日本80后 这个跟中国很多80后特别不一样 他关心这个高层政治 乃至于国际政治 对吗 中国80后不关心吗 关心吗 轮到你也常在大学接触 对啊 我觉得中国80后有很多 也不能说全部 但有很多也是关心高层政治 甚至到了只关心高层政治的地步 我以为都是40后50后的关心高层政治 这方面 中国老少到底耗到一块去了 是吧 你像加藤刚才就义政词严的说 G20峰会知道吗 开了哈 他说我就不知道 这些领导人们整天见面 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今天中国的大学生 我也经常 包括在五大演讲的时候 中国的大学生很关心 比如说中国要不要援助欧洲 是吧 欧洲你不是刚从这个欧洲 英国回来吗 那欧洲应该是富裕的国家 我们中国发展中国家 老百姓过得还这么的穷 为什么得援助欧洲呢 希腊 那可能从这个角度 可能大学生可以把这种 高层政治和大学生活 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拉起来 这样的话他们可以表示 表示一种 另外呢 就有一部分 80后不是爱国愤青吗 那么他们看见法国电视台 最近的一个小段子 一个报道 会感到高兴了 因为什么呢 这个我先给你解释一下 在G20峰会上发生这么 养我国威的这个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法国电视记者很敏感 他把这一段给弄下来了 那就是这个萨克齐 萨克齐不是最近也快完了吗 不是说贝勒斯科尼完了之后 该轮到他了吗 他们快大学了 对 萨克齐呢站在这 然后我们胡锦涛主席 从他面前经过 当然我们胡主席啊 可能就是一路这么走过来 是没有听到还是什么 但是萨克齐呢 很想跟胡主席说话 打招呼 结果呢 叫呼什么的啊 没搭理他 没搭理他呢 他旁边站的正好是谁呢 奥巴马 然后奥巴马看见此情啊 就一脸坏笑 就说你看人中国不理你了 法国电视台做一小段子 你可以看看这一幕 很尴尬 克什登户是有绅士风度 看到人家 没错 这个女的元首在这 先过去跟人家先握手 人家是更懂这个英国形式 女士优先 当然这是无关的玩笑 家腾我倒真想了解一下 你跟我们武汉大学 我那些师弟和漂亮的师妹们 对师妹们 在干嘛重点要说师妹 在乐家山上 到底有了什么样的摩擦呢 乐家山上是跑步嘛 但主要 跑步 但主要 角色火操跑步 乐家山下 在教室里 很多那个师妹呢 特别希望跟我一块跑 但我跑的还有有点比较快嘛 就是说那算了 那我们在晚上的时候 跟着日本阿甘 是吗 好的 那一天很厉害 就是什么信息 什么活动中心 2500个人 2500个人 进到那个场地 然后还是挺好的 五大的同学们非常关心 比如怎么学外语 就是说我们过日子会好吗 是吧 包括就是说 您怎么看中国大学上的 这种困惑的状态 是不是全世界的大学上 都像我们这样的 非常困惑于找房子 找对象 找工作呢 我说这个三找嘛 找工作 找房子 找对象 找工作 找工作 他们都困惑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说他们很好 就是说特别认真的 关心自己的问题 其实日本的大学上已经不用操心这个事情 都解决了吗 不能说解决 问题是什么是解决 比如说我27岁今年 我的周围没有一个已经买到房子的 找到对象的有 找到工作的也有 但是我们不用操心那种房子怎么着 这点给我们的 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 不是一个问题 但这些问题到中国之后的话变成一个问题 非常令人操心的问题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看到高层政治 中国我们过日子这么的穷 那但另一方面说中共政府不差钱 很有落差感 有落差感 落差感 我们很受苦 很纠结 所以就是说他们对我的提问主要是 那我们怎么摆脱这种纠结 我不知道这个 大学生跟你都问什么呢 差不多也都这些吧 这几年 比如说要不就是谈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政治相当忧国忧民的 非常极端 要不就很忧国忧民 要不一问就问到就是我将来那三早问题 就家庭就刚刚讲的三早问题 然后常常让我觉得困惑的是什么 就上回我们节目也讲 我常常在这些学校演讲 我昨天才在桂林嘛 那些跟广西师范大学同学们聊天 我也就说到我不太明白 或者我有时候不能够 我能够同情的理解 但是我始终不能明白 为什么大家那么要关心 结婚房子的问题 人生大事 不是工作我理解 你毕业之后当然想找工作 对不对 但是比如说房子 为什么不能够等呢 就比如说如果30岁有房子 那怎么样呢 那结婚有那么赶吗 20多岁就要找到对象吗 那后来我就发现了 这里面其实有一些 不太好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啊 我们太容易从短短几年的历史经验 总结一个规律 告诉大家说我们必须毕业之后 要想办法弄一个房子 要结婚要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这个所谓的必须 就像我过去讲的 是来自于过去短短几年的 中国社会的经验而已 你六年前的时候 比如说就你那一代吧 你那一代大学毕业生 你们那时候想过要买房子吗 恐怕没有 没有 也很少 去了单位给宿舍嘛 对 你想想看你那时候是20年前吧 对 20年前的时候 中国的房子是单位发的 20年后今天是大半自己买货自己租的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只不过20年 就经历了这么大的乐化 那你怎么能够从几年的经验 总结出未来我一辈子该怎么做呢 这个是不可靠的嘛 这种推理 那但这是一个问题 但我觉得更大问题在哪 就我发现现在你说那个三爪问题 是个集体焦虑 对 这个集体焦虑焦虑有时候是传染的 对没错 就你身边的人都在说这些 也许你本来不觉得这是个多大的事 你就觉得听着听着就觉得是个事了 它变成个集体话题集体焦虑 然后每个人也没有仔细静下来 想一想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或许我是不是应该要走这样的路 然后这就看着另一个更深的事情 是我们中国的学生常常被指向要走同一条路 对 大家都要 你觉得就是前一阵有一个到我那帮我装电脑的 一个小孩很帅 大高个 长得很白 就是我就跟他讲 他就说找对象我都不想了 他说现在我们80后 他说这个女孩其实都现实的很 他说女孩最现实 我说你这么帅 你能没有女朋友吗 没有女朋友也有男朋友 然后他说 他们都很现实的 你就是帅 跟你玩玩可以 真要说结婚 人家跟我们同龄的女孩 他不会找我 找大叔 没错 我又听见一个 就是那天一个时装设计师跟我讲 他说现在很多80后的女孩 喜欢跟他交往 说还是大叔最靠谱 大叔对吧 让你一下子就不用住住房了 而且大叔比你们80后说实在话 他还体贴一些 对对吧 而这个更愿意为了女孩折腰 是吧 我一直认为啊 这个我跟国家领导人的想法总是一样的 都想到一块去 咱们国家领导人经常说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很多人没有认真体会这个里边的干苦 嗯 就中国很多问题啊 是人口太拥挤 你且别说别的 他这个人呢 太挤了 你看看春运挤火车 任何事情 你比如说啊 我就说太挤了之后 你看就发生什么一个问题 行啊 你跟着女孩说 咱不要房子 或者不要这个 我就说大叔还一大堆呢 中国先富起来的这些个人 他们可以给漂亮女孩很多更好的选择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你是80后 你说你潜力股 潜力股 哎 今天这社会等你吗 等你吗 大叔没什么缺点呢 岁数大点还早死呢 对吗 那咱们先去啊 广告加藤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 加藤你再说 包括我们祖日里 很多80后 也是跟我讲啊 说他们现在就是很 叫纠结 叫困惑 这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我非常同意 刚刚那文道告说的 就是说 现在大家还在制定规则的过程当中 说中国悠久的历史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那就是说那还才60多年 改革开放以后才30多年 那南省讲话呢 武汉是邓小平同志 南省讲话的首站嘛 是吧 那南省讲话有才 不是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同志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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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才20多年 那从这样的角度来说 大家 其实中国还很年轻的 比如说怎么买房子 要不要买房子 怎么找个对象 其实这些很多的规则 可能性很多 大家还在路上寻找当中 顶多有个潜规则 没有一个民规则 所以我觉得呢 这是很正常 就是大家呢 那容易缺乏安全感 那安全感三个字 那对我做个外国人来说 也是了解中国的 非常重要的窗口 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没错 那把安全感委托 或者外包给房子 就是只有这种办法 而且刚刚我非常同意 就是说越精英 包括比如北大的 我原来同学 越精英越从众 越精英越虚荣 对 越精英越跟风 哎呦 这是我所看到的一个 我有体会的 而且我完全同意 我这几天跟几个朋友 我们是一帮人 陈丹青 我们几个一起去逛西的 我们有个观察就是 中国现在是越是重点的精英大学 北大清华复权学校 学生们跟你聊的事 是越俗气的 越世俗的 越是回到自己身上的 反而远一点呢 二三线的地方的学生呢 哎可能会想一些比较宏大点的 抽象点的 是做梦一点的 优惠优名一些的 对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就大概是因为精英大学的学生啊 对他来讲 他已经走上了一条 他觉得一个快车道 嗯 他的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眼前了 但是对很多二三线的学生来讲呢 他的前面也许不是那么的明亮 嗯 那么这时候 他反正不那么明亮 他反而做梦的空间反而更大 看的东西更广 但是这就很惨 如果说中国最精英的头脑啊 都是想的自己眼前那一块地怎么办 而且都有这种集体焦虑 都要走同一条轨道 那就很惨 我常常遇到第二个问题啊 在学校里面 就能够说明刚才我们说那个情况 我刚不是说 他们常常想事情的时候 想到就是 呃 好像整个中国未来就只有一条道路 所以他想的问题不是还有什么选择 而是我如何做好这个选择 对不对 他不是想除了买房主还能干嘛 他想的是我如何买到第一个房子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我从常常遇到第二个问题就看得到 我去哪几乎去哪里 任何这种沙龙讲座都会有学生说 哎呀什么什么老师啊 你能不能正确的引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人生什么什么 正确的读书的方法 正确的什么什么态度 对我从没见过一个地方的年轻人 一天到晚就想着你告诉他引导他什么叫正确的 冲击的一个转折的一代嘛 所以他们的受害者意识特别浓 受害者意识而缺乏的是当事者意识 对 总是指望政府指望媒体指望公知 能不能给我们正确的引导 对 但是你看这是你的人生啊 你的人生是你能不能自我一点 我的青春我做主嘛 对我的青春我做主 对 通常做主范围在于他买什么牌子的衣服 对 对 对 就是说我那边同学北大清华的 就是已经找到很好的工作了 什么美国的高新的投资银行什么的 他们现在已经不看书了 我刚非常推荐你说的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小事 他们已经不看书了 他只看时尚杂志 而那些地方的 我包括我去武带的时候 大家都在看的是那种时政杂志 就是说那些不能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远离政治中心的 对 反而是关心天下 关心时政 或者说还没有达到一种既得利益的 还有空间去提升自己的 他们反而关注国家大事 因为国家变得怎么着 对他们来说是个大事 是吧 对 但北大清华这些学生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已经是国家接班人了 他们看时尚杂志 将来把我们搞成时尚大国也就行了 或者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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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说啊 反而是在这个中心里的人呢 我就觉得成年人也一样 就容易变得犬儒 容易变得唯利是图 是 咱就在北京不都说了吗 住几年之后都明白了 北京就是中国最大的名利厂 没错 最大的应酬的厂 是 你在这个里边混的人呢 到最后你可不都混成个江湖人吗 社会人 这么这么 我现在为什么北京来少 我越来越讨厌北京 是吧 对我越来越不喜欢北京的气氛 在北京来很少 对吧 因为我觉得北京以前挺喜欢 是因为觉得人很有意思 什么样的人都有一个圈一个圈的 那后来慢慢 首先这个城市本身硬件上不吸引 就是城市规划很糟糕很烂 对不对 然后交通很不方便很没效率 那后来慢慢慢慢就像你讲 这种天子脚底人人犬儒 嗯 那种气氛特别不好 那你说你如果说真的是帝都的人啊 都有这种犬儒气啊 我们还跟以前不一样 对 我这几天才跟朋友在聊想起一个事啊 你记不记得你你听相声吗 你对不对 嗯 你有没有感觉听以前老北京人说相声 跟现在不一样 你听过马三立爷老爷子相声吗 对对 你听那个时候的相声 他们那个时候的北平人说话 嗯 跟现在不同 也不一样的 他都是首都吧 但是他那个语气说话丝丝纹纹 对 连说个段子都好像在跟你商量个什么事 对吧 但现在不是 现在一方面我们很犬儒 同时说话很牛气 嗯 没错 对吧 好奇怪 我觉得 很多在北京有很多膨胀的 你知道吗 那家伙膨胀起来敢冒充自己是领导人的孙子 是吧 对 就是真的 就是我给他 而且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首都之地啊 混的人呢 慢慢就发现了一天换好几副面具 也就是你进了不同的圈子啊 你得换一个面具 真是说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我跟你说 最能表现这一点的大学生 出在这个北京广播学院 这个中国传媒大学 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女大学生 我觉得她的故事 绝对应该拍成电影 怎么 这个人呢 其实我认为这个女大学生啊 大概是心理上啊 有一些异常的这么一个人 你不能简单的把它说成是违法犯罪之类的 这个女大学生同时在生活中扮演了7个角色 你知道吗 她在网上跟一个铁路警察聊天 然后呢 就跟铁路警察说 说我爸是什么省公安厅的副厅长 我舅舅是什么铁道部的 或者就跟他吹啊 然后那铁路警察呢 就也跟他倾诉中常 铁路警察说我婚姻呢 不幸福 我我想离婚跟你好 这个来聊 好 有一天铁路警察去北京广 就是中国传媒大学 找他去了 找他去了 然后他说呢 好 我不见你啊 我让我表妹去见你 实际上他就是他表妹 他就是以一个名字啊 只跟他铁路警察在网上聊 真到见到人呢 他冒充的是他表妹 然后呢 跟这个铁路警察 还发生了性关系 然后回到网上 又责备这个铁路警察 你怎么跟我 你不是说喜欢我吗 你怎么跟我表妹 发生了性关系呢 然后就说做生意吧 做生意吧 我给你弄电梯 我们家有一亲戚 是有电梯生意的 铁路警察说 你先给铁路警察要3万块钱 好处费 说你给我好处费 我帮你拉线 拉成这个生意 最后铁路警察不给他骗了钱吗 最后这才发现 他一个人分在生活中 很复杂 这个故事 他反正他分别试验 7个角色 我说这哪是北京广播学院 这是北京电影学院的 这叫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更正一下 刚才不是说骗了铁路警察3万多 骗了铁路警察30多万 我就说 就这个北京广播学院的 就是说广院学生 对 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棚里边 我们这都是广院的 我们是广院的人包围的 在凤凰 对 说不是本科的 我想再说回来 就是这些大学生 我发现有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想被引导 或怎么样 那是因为他们其实是很压抑的 然后这个压抑使得他们了 在跟我们谈问题的时候 你们注意到家团 就是他们举手提问的时候有两种状态 要不就很害怕 战战兢兢 说话结结巴巴 要不就慷慨激扬 但是慷慨激扬 同样是结结巴巴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就是说 他平常是很压抑 他觉得我今天得站起来说些牛的东西 我要说些很激烈的东西 说些别人不敢说的东西 但是他是认真的 他讲出来的时候 他可能自己都害怕 你这个心理分析很微妙 然后就 我要问一个 你敢不敢说 很大胆的事 是这样 他没办法好好的去 去很平心静气的去讲完他那个事 我想你看现在北大 你们母校就知道 一天到晚搞一些 可能是出生牛犊 又怕虎又不怕虎 对 有种这么个劲儿 虽然我没有去过大学 但是我听你们说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他在灵魂深处 实际还是跪着的 跪着的 你跟美国的一些学生虽然有点二 但是你至少觉得他是心情自然 心情舒畅奔放 就是这个我的生活 我想去干这个 我想去旅游 我想去滑雪 或者我喜欢电脑 就好像我们的 我同意 水泽里还是觉得说 哎呀谁能给我一个捷径 或者说遵你们为老师 其实我演讲的时候 我的情况没有那么高尚 就是人家要骂我 什么日本鬼子 什么人战的爽 有啊 当然有啊 我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说 大一大二的学生 往往是愤青 嗯 愤青 然后到了大三大四 变得蠢儒 哈哈哈 先愤青后蠢儒 哎呦 这跟成年人的一辈子是一样的吗 他们能说在四年里头 在四年里头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 那我不知道该怎么着 那一方面 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些情绪释放给我 哎呀他妈的日本鬼子 所以他们要不就两种选择 两种选择 要不就很激烈的对抗 鄙视你 要不就很崇拜你 他没办法说 哎好好听你说 哎说得不错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对 要不就很激烈了 他还嘲笑这个暂时 然后笑话就 中途退退